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芋头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冷天吃芋头面 别提多舒坦了 热乎乎的芋头快又粉又糯 一直透心 一点点盐味 就好吃到剁脚 让人不由自主的摇摆摇摆 就算本来不爱吃芋头的人 也会专门剪着芋头吃好几块 面条呢 宽面细面圆面都可以 只要是不容易碎的 尽管拿来煮芋头面 面条外面附上一些芋头煮出来的粉 糯香扑扑的 别看这碗面它实在没有颜值 甚至有爱观瞻 但吃起来那叫一个美味呀 要是光看它卖相就决定不吃 那可真有点不划算了 煮芋头面相当简单 先炒后煮 一锅出 先放一点点油润锅 烧热 或者放五花肉的话 直接用煎出来那点油就够了 别放多 肉放新鲜五花肉或是咸肉都可以 各是一种风味 可以每天吃一种 把肉煎出油来后 放入去皮的芋头块 炒出焦焦的面来 注意不要炒的黑糊 芋头用当季的毛芋头 可能有品种区别 有的怎么都闷不透 有的十来分钟就透透的了 选的就得是这种容易透的芋头 去皮 直接用刀刻成块也就是不用切 使巧劲用刀把芋头歪成块 不需要有平整的切口 芋头炒出浇面之后 均匀撒盐 再炒一分钟 加水 盖锅盖嫩煮 等把芋头嫩透了 再加面条 面条滚过一道之后 加英季蔬菜 白菜青菜小油菜 喜欢什么菜就加 再煮一锅 菜熟了 面也软硬合口了 起锅装碗 热腾腾的芋头面就成了 撒上小香葱 自己家喜欢的佐料 大汤碗端着 找一个太阳的坐着吃 嘴里胃里暖洋洋 身上心里也暖洋洋 舒服的叹大气 明还吃 明必须还吃啊 冬天的毛芋头 真是恩物 不妨尝尝看 图片整理自网络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 对于头面 有了解了吗